你好,多謝收看東方中華,我是東方 中美兩國會談結束了,是拜登政府的第一次歸納起來 可以說雙方都各自說話,衝突仍然存在,解決途徑,還在摸索 什麼衝突呢?眼前最顯著的就是香港一國兩制提前結束 對維吾爾族的人種族滅絕,對台灣、日本、澳洲等周邊國家以及在南海的挑釁擴張等等 美國國務卿貝林肯事後和記者透露,兩國政府在香港網絡攻擊等議題上立場相左 但是伊朗、朝鮮、阿富汗和氣候變化的議題上有共識 國安顧問蘇利文補充說,會談前我們頭腦很清楚,會談後頭腦仍然是很清楚, 回華府後將會進一步評估 拜登的外交策略是聯合盟國,同共同對抗中共 在中美會談前,美國和日本、韓國進行會談 而四國同盟,美、日、印、澳亦在12日時召開視像會議 除此之外,在會談前,美國就聯合亞洲盟國對部分人大代表實行經濟制裁 會議一開始至歡迎前,有媒體在現場旁聽 布林肯的開場白提到美國對中國的不滿,包括網絡攻擊 在新疆、香港的打壓,對台灣和周邊國家地區的挑釁 這種做法都破壞了法制基礎,威脅全球穩定 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隨後發言 並違反了外交場合開場白,局限兩分鐘之內的慣例,說了16分鐘 批評美國要檢討自己的種族問題,停止向全球吹諷美國民主 並直言不畏地說 美國既不能代表國際輿論,亦不能代表西方 還譏諷美國才是真正的網工半軍 美國代表一直沒有打斷,等到楊潔篪發言後會議進入正題媒體要離開了 但是美國國務卿要求記者留帶他需要回應楊潔篪的超時發言 本來簡短的開場儀式拖了一個小時 從這一場延遲的交鋒 從中美問題專家利益相關者對普通人都心之吐蜜 兩國之間的角力一時半刻不會鬆懈下來 我看這場會談本身對兩國關係改變不了什麼 這場會談本身就是兩國現狀的具體表現 從宏觀環境上來說 今天國際秩序是建基於二次結束後的基礎上的 這個國際秩序因為要對付蘇共這一個共同敵人 在冷戰時期得以加強 蘇共跨台,世界舞台美國獨霸 國際秩序已經開始變化了 西方自由社會相信依靠他們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力量能夠在全球更大範圍內擴張民主、法制、自由的社會體系 這也是他們犯錯誤的開始 這個錯誤就是對中共的誤判 西方中國問題專家相信只要將中共納入國際社會軌道 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經濟發展 中產階級的力量壯大了 自然就要求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走向法制、走向自由 台灣是這樣,韓國是這樣,菲律賓是這樣,都是從極權專制國家完成了向民主過渡 也是和平演變 現在回頭看事後朱國亮在美國的誤判 之所以誤判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的獨裁政權 不只是普通的獨裁專制 他是中共 是共產黨獨裁 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共產獨裁國家和平演變吧 中共亦不笨,心知肚明 中共心裡非常明白 西方民主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 商業利益 鄧小平以前講過 中國開放吸引外資 等到將西方的技術、資本製造 財富都轉移到中國的時候 中共就可以反過來影響西方自由社會 通過西方大財團的商業利益 反過來侵蝕自由民主制度 在未達到那一步的時候 採取韜光養晦的策略 現在不就是韜光養晦結束 中共開始磨拳策掌的時候 那不是美國的誤判嗎? 俗語講一三不能藏二虎 那就是中美兩國關係的現狀 可惜美國歷屆總統一直沒有認清這一點 有商業利益集團遊說的因素 也有政策慣性的因素 政客經常跳不出既定的框框 所以從克林頓幫助北京加入世貿組織開始 和小布殊奧巴馬都是延續和平演變的策略 唯一是到了川普去殺車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 川普四年執政最大的政治遺產 就是令美國朝野改變了對中共的形式 從冷戰夥伴、競爭者、利益相關者 到敵人 川普貿易戰最大的目標就是中共 川普整軍經武的假想敵就是中共 川普的美國第一 美國利益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 等於是放棄了和平演變的策略 不再向全球推行民主自由 當作美國的外交政策 在實際行動上 川普政府的外交手段是recipical 說得好聽的叫互惠互利 說得難聽的叫以牙還牙 你不是收取我高關稅嗎? 我又收你高關稅 你不是不讓我美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嗎? 我又將你黨營企業入黑名單 你不是不讓美國媒體在中國自由報道嗎? 那你的宣傳喉舌在美國就貼上外國代理人的標籤 你限制我美國外交官在中國自由行動 那你中共外交官在美國也是一樣 去哪裡走動? 先去國務院申請備案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在談判桌上的表現 特別在有媒體的場合 雙方的表現和說話是給對方看 不如說是給國內看 給國內什麼人看? 給自己的權力基礎看 美國政客的權力基礎是選民 拜登從川普那裡繼承了一個對中共強硬的框架 根據最新的皮休研究所的民意調查 67%的美國人對中共是負面或者是非常負面印象 超過三分之二 而在三年前這個比例是46%不到一半 這種變化是跨黨派的 共和黨人對中國負面的比例增加了22個百分點 民主黨人對中共負面的比例增加了23個百分點 儘管拜登過去做副總統的時候對北京是軟弱 但現在國情不同 也要表現得強硬才行 至少現在是強硬的 第一次會面的時候要強硬 得著了選民麻煩就大了 中共外交官也是一樣 也要表現給自己的權力基礎看 表現給習近平看 習近平有中國夢 有大國國軍的中國夢 中共官員也要這樣表現 就是一個個好像戰狼的主要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社群媒體網絡言論 今天的社媒平台影響力相當大 已經大到影響政局的地步 大到影響國際局勢的地步 社媒平台不是智庫 而是個感情激盪的地方 越是令人血脈興奮的言論 越吸引人 在任何言論自由的國家 社媒言論都呈現兩極分化現象 比如在美國有非常左的社媒 左派網民緊緊相隨 美國亦有非常右的社媒 同樣地 右翼網民樽樽落道 如果你想了解一個自由社會的民意 你不妨看看 左右兩極分化的言論 看看中間立場的言論 你差不多就了解八九不離十 但是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沒有言論自由 中國亦有社媒亦有網絡言論 但不是兩極分化 而是嚴重的一面倒傾斜 這是中共自己封殺言論自由造成的 比如用今次中美會談來講 中國網絡世界是一片沸騰 為中共官員的戰狼言論叫好 如果有言論自由的話 肯定會有罵聲一片 但中國沒有 社媒網絡言論越來越成為中共的權力基礎 因此中共的表現 從某種程度上要迎合網絡 言論大潮 但是這個大潮是人為限制 引導形成的 它並不是真實的 久而久之 中共真是認為自己受到萬民擁大 越擁大越戰狼 越戰狼越擁大 現在美國朝野已經認識到 過去對中共的誤判 與此同時 中共沉溺在自己的擁大感覺裏 下一個作出誤判的 就是中共 多謝你收看東方中環 如果你覺得我講得有道理 請幫手轉發推薦 亦請留言 如果你還未訂閱 請訂閱 再次感謝你收看東方中環 我是東方 我們下節時間 再見